而升到这天气越来越凉 家里头的冷气机可能也准备好药 过冬来等待明年派上用场了 专家就提醒了 确定冷气机将长时间不用的话 是建议断电拔插头 因为如果是属于通电状态 机器内部的叶片会因此是温温的 在冬天非常容易吸引小虫进去取暖 一旦有排泄物 冷气电路板将因此容易烧毁 时序虽入秋 但受到台风远离影响 让北部地区整天下来 仍旧高温闷热 这让不少人忍不住拿起遥控器 再次享受冷气怀抱 但不知是否有人察觉 明明这夏天该做的省电工作都做了 电费依旧贵三三 因为它本来就要保温的 那你现在太阳一直射的话 是不是它需要增加它的冷度以后 压缩机要不断运转 它才会效率高 最好如果说你真的不用的时候 你大概送风 把它切到送风 大概开两三个小时 然后送风送了两三个小时 它就不会潮湿 才不会斩煤 专家不是随便说 事实上前能源局局长就曾请学生研究 发现冷煤管陷入无包覆 保温效果减弱 热损就会从0.07%上升到0.22% 倘若再加上室外风吹雨淋 热损最高到4.49% 相差64倍 一米大概500块 上下500块上下 那这样一只换下来多少钱 你如果20米就要1万块 这样用毛巾跟胶带这样子 这样就不要钱了 然而天气中有变量时 专家还有提醒 拔是比较好 拔的话 室外机的机板 比较不会有那个微温 微温的话 你如果含有来 那个虫 它会跑到那里面去煮草 那可能会尿尿 然后那个机板可能会坏掉 冷气级的断电 还有切记遥控器电池 一定要取出 以免漏液爆销 就能安心过冬去